国际方面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加沙地带有210名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死亡 360人受伤 自10月7号本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有213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55603人受伤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还表示 以军毁坏了104辆救护车 使23家医院和53家医疗服务中心停止服务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28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称 由于封锁导致的援助物资短缺 加沙地带正在与灾难性的饥饿展开斗争 有40%的民众正面临着饥荒的风险 近东救济工程处再次呼吁 尽快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以方便更多援助物资抵达加沙地带 同一天 联合国人权高砖办公室发布报告称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状况 日益恶化 报告称 仅10月7号至12月27号间 以色列军队和执法部门等 就已经杀害了至少291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系200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 报告呼吁乙方立即停止在执法过程中 对巴勒斯坦人的无端杀戮 拘禁等行为 另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与北非地区主任 阿迪勒胡杜尔也在28号发表声明称 今年是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 约旦河西岸儿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仅冲突爆发至今的12周里 约旦河西岸就有83名儿童 因冲突相关的暴力事件而死亡 比2022年全年 该地区儿童死亡数量的两倍还多 联合国儿基会对当地儿童的安全和生存权利 感到极度担忧